我這次是他專票 他經營沒煮的 要不是說買一個專票 所以我們要買到 他昨天跟我說就是可以單重買重買 那我這邊沒有 那你先回去聯繫他了 他發現我都不買套票 把我叫到旁邊 千說萬說 最後說他這樣子賠錢不行 這張要單15塊 以外我額外還付了15塊加25塊 40塊的價值 所以你們一斤是幾兩啊 一斤是10兩啊 10兩 500塊 HALLO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要去古浪宇 那聽說古浪宇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聽說那邊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多 OKOK我們巴士來了 走走走 是古浪宇的 我們走後面 走走走我們上車上車 車來了車來了 我們上車 如果你要去古浪宇 他其實有三種方法 第一個你就是現場排隊 那第二種方式啊 如果你要去古浪 你可以用線上預約 但是線上預約有一個麻法 你必須有當地的電話號碼 所以你要有SIM卡 然後台報證 輸入一堆 這是第二種方法 這個我昨天搞很久 第三種方法就是找當地的旅行社 他們就直接幫你弄好好的 人到就好 那票大概就是35塊人民幣 當地的旅行社我是買50塊 那包含巴士接送 然後還有一個導遊的基本獎件 當然他還有一些套票 不過我沒有買那麼完全 我就是去那邊走走看看 吃吃喝喝 大家可以叫我小禎 我的同事姓王 是昨天晚上給大家打電話 以及發短信的 好咧 我們的四號家庭陳喜悅 司機發財 首先大家是出來旅遊的 而我是出來工作的 我跟大家今天都是初次見面 我們之間不存在說有任何的誤解 跟誤會 如果說有什麼問題 在我把玩手頭上的事情再來找我 我都會幫大家解決的 出門在外 咱們都是朋友 OK 這裡是下谷渡輪 那我們現在下了游覽車之後 要來這裡坐船 那導遊已經把台胞證都收去了 他們這邊是實名認證 所以你買票的話 都需要台胞證 或者是當地的身份證 才有辦法買 那他們當地的觀光 會有一些保留票 所以如果你訂不到票的話 其實可以花一點點錢 然後跟當地的旅行社買票 就一定有票可以上鼓浪 但是缺點就是 他們會推銷很多行程 像剛剛他們也有推銷 不過我沒有買 我想說我就去那邊走走看看而已 我沒有買行程 他不會勉強你 但是他就一臉 你怎麼不買的感覺 不過OK啦 他們也是賺錢嘛 他們也是要生活 是很正常 這也非常熱鬧 好 我們要集中在這邊 他要去幫我們拿票 我們就稍等一下 每一天人這麼多 而且這只是還是其中一個碼頭 他還有其他的碼頭 來 我來跟你講一下吧 你們在門店還抖音報名的 門店 一個人交40塊錢 50塊錢 50 可是你先聽我講 現在船票35 50都沒有 只有60塊錢幾 這是100塊錢的 對 最便宜的船票也要35 那大巴車車費 你覺得夠嗎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解你出來 我這個是純玩家電團 我今天船票是團隊票 團進團出 你回來必須跟我一起回來的 那我是這麼給你建議 帶著老婆 帶著孩子出來玩 對不對 孩子又不用錢了 大老遠出來玩一趟 你最核心的景點 如果你不去多 那你可以單獨玩一個景點 一個景點 無非就88 我把船票給你倒閃開 回來你不用回到這個碼頭 也可以少走兩個小時的願望路 你等一下三秋田玩好就可以從這裡回來了 知道嗎 你既然出來玩 來了 無非就來開心的 對不對 別人都玩A線B線幾個人都是玩的 好 那如果你先聽我講 你要玩兩個 我給你優惠一點 你不要跟別人講 你就去玩辣相館 加萬國建築方 婆羅里 如果你玩兩個別人都170 你不要跟別人講 我就給你上150 孩子都不用錢的 好 最核心的 你知道嗎 不用啊 不然就看船票多少在提前 沒有 你是廣東的嗎 台灣 台灣的 對啊 那個台灣的 那個走A線 單獨幫你接你過來 買頭來注意多少錢 我這是他經典為主的 老闆 那你看要怎麼走 你要走一個 還是怎樣 那你走一個 那沒辦法 我這是他準備 他經典為主的 那不是說買一個準備 他昨天跟我說 就是可以單船買船買 沒有 那我這邊沒有 我就回去聯繫他了 因為我跟你講 我這個是純玩家電傳 那我都跟你講 來自來自 因為你是台灣的 我是民族的 我就跟你講 你就單獨玩一個經典 那還是我回去找他退費 那你大巴車已經坐了 你說要怎麼退 你大巴車要坐一輛 那我退你大巴 因為沒有沒有沒有 這張票 等一下我拿給你看 我們這個是 就是寫得清清楚楚啊 對不對 傳票 就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覺得 你突然覺得不OK 那沒關係嘛 那我們就 這張我們就取消 對不對 我是會這樣跟你講 沒關係 我們就 照你們 就是大家照規矩走 對吧 那你突然覺得 我們沒有 買套裝行程 你們是不划算 那我也不 我們也就是 我知道你們也是要賺錢 是啊 我也不勉強 因為我們今天的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不然你補自由行 一個人補26號 要把傳票送給你好 你說再補26塊一個人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那這電話我給你送 你傳票送給你好 所以再補51 50億 50億 50了好不好 50億 等一下喔 刷不破 可是你不要跟別人講說 你沒有玩景點 等一下 傳票我給你弄好 你回來就可以 從那個碼頭回來 比較方便一點 等一下 我給你現金好不好 好可以喔 一個人有加50塊錢 傳票車費都不夠 你說對不對 怎麼說 我知道 但是我昨天也有在確定問過 然後他說 對就是這樣 那其實這種東西 你要賣票 這個我覺得是很正常 那就是要講清楚嘛 因為你們昨天 是跟我說 就是傳票 那還有家運送 對啊 你們說的嘛 這是大家兩情相怨的東西 那沒關係啦 出來玩你說 一個人50塊錢 多加20幾塊錢 上補LINE 一個人花個幾十塊錢 那是不是很應該 你孩子又沒傳票 我們工作人員給你 跑腿給你服務 你說是不是 我知道 但是這個就說好 哇果然厚勁來了 他發現我都不買套票 把我叫到旁邊 千說萬說 最後說他這樣子賠錢不行 最後說不然再補貼他點工錢 那我知道他們 也是要賺錢啊 所以就不為難他們了 再付個50塊錢 讓他們補貼一下油錢 不過他們就是 一點不開心的臉 沒有啊 昨天都講好了 對不對 我還要拿單據給他看 他是後來看到我的單據 才妥協好吧 那你就不要買行程 那我們就等傳票吧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啊 要進去碼頭 他們進來都會一樣 都要先安檢過 才可以進去 那我們先進安檢門吧 我們現在過了安檢 他們這邊都還是要安檢過X光機 然後跟收身 現在啊就是等船 我們11點半的船 這個碼頭 哇很大一座 遊客真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說你來到這邊想要 現場排隊買票的話 說實在有一定的難度 而且他們聽當地導遊說 他們觀光業者會有先取得一部分的票來賣 在等登船的同時呢 我也稍微說一下 他們這邊渡船頭買票 都需要實名制 現場排隊這邊的人 你也看到人 非常多是 你要現場排隊其實有點麻煩 如果說像我們是台灣遊客 要來鼓浪舞 你要往上預約的話 你要有當地的電話 像我只有台胞證 我沒有去換信號的話 你要預約就會很麻煩 第三種方式就是找當地的旅行者 但是旅行者就會像我剛剛遇到這種情況 他會希望你買行程 如果不買行程的話 他就會把你交到旁邊去 好說歹說 然後臉越說越臭這樣子 因為我昨天已經跟他確定過了 就是我買船票 然後加15塊75塊 我覺得OK你要賺就是很正常 所以就是一張來回票的情況 然後到這邊之後呢 他又爐了半天 他覺得不行 他這樣會賠錢 那我覺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我就不用用到那個行程 你要買那個行程幹嘛 後來一個人再加補貼他26塊 我想要算了算了 說那兩個人50塊等一個人都好 所以這張要35塊以外 我額外還付了15塊加25塊 40塊的價差 提供你們參考一下 不過沒關係啦 出來就是要舒服的 我們不要破壞那個旅遊的心情 然後我們再繼續逛下去 等一下要登船了 哇你看這個人潮 人叉叉叉 今天還是非假日呢 禮拜五 如果到了那個暑假啊 假期的話應該更恐怖 此下雨宴核驗時間 2024付一付19 此下雨宴核驗時間 2024付一付19 謝謝 驗票完之後 我們要去渡船頭那邊 看到渡船 好多關卡 這些都是要去古浪雨的 這個跟我們那個騎經的渡船 還蠻像的喔 船要出發了 關門了 船行時間二十幾分鐘 從船一動開始就開始解說了 到了到了到了我們要下船喔 我們終於來到了古浪雨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好逛好吃的 這是當地居民的物資補給 也是很辛苦 靠著這種人力手拉車 一點一點的運送上去 你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小琉球啊 也是用這種人力的話 哇那個 物價應該也是很刺激喔 2007年古浪雨禁止汽機車 即電動車在島上通行 對連腳踏車也不行 也就導致了物資都需要靠 島上的車庫 以人力的方式來運輸 所以島上的物價難免就會跪了點 如果來到這邊旅遊 不小心走得太遠 你喊破融融也沒有 還是要必須靠著你的雙腳 走回馬圖搭船 欸不用謝謝 你一下船之後啊 這邊就會有很多問你 需不需要個導遊 或者是要不要小孩子推車 這裡整個島喔 它沒有一輛汽車 沒有一輛歐巴 全部都只能靠步行 所以你如果腳踏不夠擁心 我覺得這個其實來這裡玩應該會崩潰 只能用走的 那我還有買了一份地圖 五塊錢人民幣 這裡的道路錯綜複雜 如果沒有地圖的話 你可能會迷路 那我們先去找個吃的好了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美食 這比較實際一點 這個招牌肉招飯二十六塊 大概台幣一百多塊 哇齁 你看喔這邊真的是連一台 我買歐巴也沒有 當地人的話也是用這種人力手推車在推的 吃什麼都有 好喔 吃什麼都有 對對對 你看一下 人家要吃什麼 呃我先看一下 你要來來來 你要吃什麼 一個炒麵線 魚怎麼算 買了 穿重的 魚都可以走開 你們先清蒸沒有四 一尾大概多少 一尾大概多少 一條一斤多一點吧 一斤多一點 對 魚頭煮湯魚身清蒸 咱們兩個孩子都可以吃嘛 好 這個一個大概 這個是穿重的 一斤五十八 你可以來兩個對半針就可以算喝 我這一個不就一個不就要五十八了 沒有有大有小 兩個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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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一尾就那一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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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吃 可能是魚脫水噴到他身體了 趁重前這麼一摔 之後我想反悔都來不及了 這個名字你們本地叫什麼名字啊 這種魚 有些叫七星斑 七星斑喔 你說這個叫做什麼名字 牛角貝 他很喜歡貝殼類的東西 好的 你這樣這樣 舉給你爸爸看一下 我叫你爸爸看一下 測一下 好 這樣子 你舉一下 他會給你剪掉的 方有剪掉了 這個是一斤半 一斤半 對一斤九一斤半 你們這邊是 一斤是多重 這邊 這邊不是嗎 上面是公斤 下面是單斤 所以你們一公斤是五百公克 對啊五百 你們不是五百克嗎 我們 台灣是六百 對 所以你們一斤是幾兩 一斤是十兩 十兩 五百克 我們六兩 半斤八兩 一斤十六兩 對啊 所以你們這邊是一斤是十兩 這樣多少我先付一付好了 沒事吃完再買也可以 OK 這個是他們炒麵線 來吃吃看 其實就是很一般的麵線 加一點蔬菜這樣炒一炒而已 這是很閩南料理 它有加點麻油 然後炒青菜 那種麻油香 味道其實還滿加糖味的 就是你會滿習慣的一個味道 這是魚湯 對 頭的部分 頭的部分 那它魚湯裡面呢 它幫你加了小白菜 然後還有豆 還有魚頭做湯 然後身體另外再處理 我們先來吃吃看它的湯頭 它這個湯頭就比較普通耶 沒有什麼鮮味 就一般的蔬菜味而已 它魚的鮮味沒有煮出來 魚來了 我們來吃吃看 那一看這個它的料理外表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家常 不是專業廚師 是料理出來 整個外表就非常的普通 這個魚真的很好吃 它魚肉本身非常的酸甜 小心喔 好 謝謝 謝謝 小心修喔 來 把它拍完 拿著 好 拿好喔 好 可以了可以了 它肉其實不多 但是它加了很多米粉 然後就差不多這樣子一塊而已 這個一斤是58塊 兩斤 所以出116 五六百塊台幣 嗯 它就是用蒜啊 然後從這樣子去清蒸 所以它有濃濃的蒜味 試試看 它的口感有點像干貝 它試試那種很軟的干貝 糖鮮可以啦 在這邊體驗看看可以了 但是如果說真的很好吃 那我不一定 其實它肉雖然不多 可是加這個米粉下去 吃下去就會有飽足感 薑屍下來總共是474塊人民幣 然後剛剛去問錢的時候 還問他 可不可以用現金 他說可以啊 隨著他就說 哇好久沒有看到人民幣了 所以他們這邊你可以用現金買 但是呢其實當地人很少在用現金 那我們繼續往下逛 那其實他們一間店都明碼標價 而且馬上秤重看多少錢 雖然它價格不便宜啦 可是就你情我願嘛 價格標示給你看了 然後也秤重給你看了 你喜歡就買 不過剛剛那一隻魚 它撈起來就先摔了 摔完再秤重 所以那一隻魚你可能也沒辦法反悔 不然其它是可以啦 其實如果說喜歡邊走邊逛邊拍照的啦 這邊真的是非常好逛非常好拍 走到哪都是一個拍照的景點 來這邊逛喔 你會發現有很多不同的建築風格 因為在鴉片戰爭之後 有13個國家在這邊進駐 所以它有各國的建築風格 它這邊呢又成為萬國建設 如果你喜歡欣賞建築物的話 這邊是一個很好逛的地方 一下祈雨來了 怎麼那麼幸運 羅荷啊 羅荷啊